好 继续带您来关心 副理乡的永丰社区 在之前呢 有一位高龄85岁的长者因病离世 那么家中只剩下年迈的太太 丧葬费用呢是抽不出来 而远景呢 刘宗廷得知之后 就主动转介台北通天五教寺 葬住了丧葬住金 大约是8000元 那么所长钟日顺 也向朋友目得了50公斤的白米 协助家属办理后续的丧葬事宜 副理乡永丰社区一位高龄85岁 长者不久前因病离世 家中只剩下年迈的太太 丧葬费用错不出来 永丰派出所远景刘宗廷得知之后 主动转介台北通天五教寺 赞助丧葬救助金 新台币8000元 所长钟日顺也向朋友目得 白米50公斤 亲自开车载送50公斤 白米前往丧家 协助家属办理后续的丧葬事宜 预理分局分局长表示 远景执勤因秉持人机脊机 人逆隐逆的精神 主动关怀为民服务 展现警察清明爱民的优质形象 记者高雙雙遇见采访报道